只见不远处一头灰熊 正向野牛走来 野牛也发现了前方的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 野牛并没有着急逃跑 而是站在原地 注视着前方的灰熊 等灰熊离得足够近的时候 野牛才有所行动 不过从野牛的动作来看 似乎他并不怕前方的灰熊 反而表现出来非常自信 认为灰熊不敢上来捕猎 另一边的灰熊 看到眼前强壮的野牛 所表现出来的淡定 也没有急着上前攻击 而是站在不远处 观察着野牛的一举一动 其实灰熊心里也没底 虽然眼前的美味大餐 对他很是诱惑 但是灰熊还是在原地犹豫不决 不过饥饿总是会战胜恐惧 灰熊开始向野牛走来 可刚走到一半 野牛的同伴便赶了过来 灰熊面对两头野牛 我估计他是很难战胜了 就算老虎来了 也不一定能战胜眼前 两头强壮的野牛 所以灰熊走到一半 又陷入了犹豫当中 其实也能理解 动物们捕猎 是为了能得到食物维持生存 如果捕猎的风险太大 甚至会搭上自己性命的时候 那么它们不得不权衡一下利弊 你看灰熊都站立起来 像野牛示威了 但野牛压根就没有理它 甚至没有害怕的意思 这让灰熊非常尴尬 灰熊想掉头回去 可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 它此刻心里是无比的纠结 要知道在食物短缺的时候 能遇上这么肥硕的野牛 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灰熊能够捕猎成功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不会为食物而发愁 可眼前的野牛 把灰熊给难住了 想走又觉得可惜 不想走吧 又不敢上前捕猎 守候了半天 灰熊总是蠢蠢欲动 但就是最后一下没动出来 估计野牛心里此刻在想 这家伙盯我那么久了 你倒是过来和牛哥两个恋恋 别傻坐在那里 看灰熊的样子 其实他是非常想过来的 但凡这野牛要是小点 或者年老体弱 我估计灰熊早就上了 可偏偏遇上了这么强壮的野牛 而且还是两头 这就让灰熊不得不慎重了 可这样一直坐着 又没有行动 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可能他也想了想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于是主动放弃 去寻找下一个合适的猎物